3月15号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 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 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查安全 执法巡查加大了力量投入 扩大了巡查范围 通过搜索救援 识别查证 警戒护语 喊话警告等措施 维护海区作业安全 巡查期间 福建海警采取灵活多样的航行方式 突出重点区域 强化了海域作业秩序监管 确保执法巡查全覆盖 构筑了守护包括台湾在内 中国渔民海上作业的安全网 民进党立委炮轰 中国是望恩负义 路透社也报道 一名匿名的台湾安全部门高层官员表示 北京当局透过持续侵扰台湾 却同时也要求台湾协助处理海上事件 因而传递出令人困惑的讯息 这位官员指出 中国海警在金门海域的最新举动 并没有带来重大安全威胁 不过让那里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最新举的时间 北京本身的领域 本身的领域 本身的领域 今天我们下期见